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进行 好 这里介绍一下罗叔的频道 我的频道专门专注于分享数字时代的免费资源和数字技能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带你畅游数字生活 新朋友可能会说 罗叔 我刚发现你的频道 以前的视频是不是错过了 那么别担心 现在就点个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内容了 好 这里关于大家就看一下 我们就不多说了 之前的视频里面都有 因为油管的小白都有三宝 Github Cloudflare和Gmail 所以说罗叔和大家一样 都是一穷二白之人 所以只能找一些免费的资源来玩 如果是有一些大神觉得 哎呀 这个太low了 那抱歉 请出门右转 好 这里的优势我们再补充一下 很多的这个朋友 在之前的视频下面有很多留言 那我们首先要说 SAPPBTP 它的流量 从罗叔使用至今是无限的 所以罗叔可以畅看4K的奈飞 新加坡奈飞 然后之前大家的一些留言 罗叔在这边也是和大家稍微解答一下吧 有些人问这个账号注册 收不到验证码怎么办 这个问题就比较诡异了 那很多朋友说移动的 电信的都可以收到 有些人收不到 那你看一下你的手机短信的垃圾箱 有没有被屏蔽 不然你再想一些别的免费接码的方法 收费的罗叔这里就不推荐了 我们因为大家都是和罗叔一样 一穷二白 对吧 所以没有办法 有人问这个邮箱用过一次 还能再注册吗 那这个用过一次 肯定不能注册第二次 但是可以有办法在同一个账号里边 同时使用美国和新加坡两个区域的主机的 这个是有的 之后罗叔再说 视频太长 又有很多朋友说 罗叔说的又慢又啰嗦 那你可以往后拉跳过去 继续看呗 对吧 这个没有罗叔锁住谁的手 然后有些朋友问自己的 用自己的手机号来接码安全吗 那这个东西风险不大吧 这个SAP本身在中国大陆 它就是开放的 它并没有禁止中国大陆的用户来使用 那有些人就很奇葩了 他就问为什么不直接使用甲骨温云呢 那罗叔只能回答和不食肉迷 对吧 这个玄学的事情不是谁都能注册上的 然后就关于这个使用期限 这里也有一些问题啊 有些人问到了90天怎么办 那罗叔就统一回答一下 在罗叔过去的五六年使用的时间里边呢 到90天之后 他其实只是把你里边的apps给删除掉了 那你再重新用你注册的邮箱和密码登录一下 都不用你短信验证了 然后重新拉取这个dock 然后就继续再开始你的90天旅程呗 对吧 有些观众就是说这个东西几小时停机了 对吧 那你正好用到早上8点05分到8点15分之间 那他试用账号码 那肯定是好 不能给你一直用嘛 那不然就不是一穷二白了吗 对吧 那穷和白就要想办法来规避这个困难 对吧 然后还有些朋友就问这个vmass是不是会被识别 是不是有vless 这个后面都会有先有账户再说 对吧 面包会有的 好吧 那大致上就是这些内容 我们继续往下说 那就让我们开始吧 精彩在前方 简单几步 设置SAPCFAPP每日拉起 每个视频罗叔都会叫大家准备材料 对吧 这个就很简单了 因为咱们都是一穷二白 对吧 穷 那就用小白三宝Github账号 创建每日的这个action来进行自动化的维持脚本来拉起 然后作为补充方式 因为Github免费的Github账号并不是很靠谱 拉取的时间并不是很准确 罗叔测试了三五年了 最后才总结出今天的这个脚本 但是也并不保证能够在准确的时间点不里拉出来 因为SAP 它关机的时间 它也是随机的 所以我们只能选在八点到九点之间 来进行无数次的拉取 关于这个手机 罗叔的iPhone和安卓手机都下载了Github的app程序 直接在手机上面直接点一下 它这个SAP APP 它就自动起来了 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叫一键拉起 手机一键拉起 后面会说 好 那我们再把本期视频的整个的脉络来总结一下 首先第一步 就是我们要讲一下 SAPPBTP内部切换区域 很多同学说 我把美区注册好了 感觉美区用的不是很爽 听别的朋友说 新加坡区域比较快 或者比较爽 那么怎么样 把美区切换到新加坡区域 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 然后第二步 就是懒人配置VPN法 对吧 适合新手小白 几行命令行就搞定了 不要再去什么 UID网站上去筛选去弄 这个就没有那么麻烦 对于新手小白来说 步骤越少 出错率越低 然后到第三步 然后我们就配置每日的自动拉起脚本了 这个当然在GitHub中来配置 大家要准备好自己的GitHub 最好是新注册的 因为这个是免费的 也挺简单的 新注册的就有每个月3000分2000分钟的使用时间 足够了 足够了 然后到第四步 激活和测试自动化脚本 这个我们就测试一下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第五步 就是手机端一键拉起操作 在安卓或者iPhone上面都可以 点一下 这个GitHub的Action就自动起来了 我们这是后备措施 万一它不能按时帮你激活 毕竟免费的东西 大家也不能闲 对吧 那你没花钱 只能任由别人来进行定义 最后我们对脚本的运行方式进行解释一下 大致上今天的六步 就是这六步了 在视频中 好的 欢迎大家来到操作演示的环节 请大家认真看 仔细听 反复练 请动手很重要 在动手中才能发现很多问题 才能解决问题 千里之心 始于足下 好的 请大家一步观看 SAP BTP内部切换区域 大家好 欢迎来到老罗叔叔的桌面 这里进行演示了 觉得前面一段话啰嗦的直接跳到这里看就可以了 老罗没有强求别人做什么 好 我们先进过去的账户 这是申请了一个美国AWS的 我们来看一下 有两个apps 8.09分关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几点 系统自动关闭的 再看第二个 8点10分43秒 正8区 新加坡时间正8区 北京时间也是正8区 好吧 所以时间不是很定的 所以还是有点讲究的 我们先删除适用账户 这不是美国的吗 点删除 有些朋友讲 我想换回新加坡 那就删掉 好 点击 go to trail home 到适用的这个主页啊 好 点击新加坡 点继续啊 好 再点继续 这个新加坡就出来了啊 新加坡的微软A9啊 好 再转到您的适用账户 好 点击新加坡 我们看一下啊 30天啊 还是30天 这个都一样 好 没有应用程序 懒人 配置VPN法 搞蛋 调出我们的命令行 命令行啊 我说教大家一个比较简单的小白 安装配置最简单的方法 VPN最简单的方法啊 好 输入邮箱 输入密码 记得啊 新加坡是AP21啊 好 我们现在看到了 这是AP21 好 我们开始推送 有些朋友把AP21和US10搞混啊 这是新加坡就是AP21 好 我们推送一个叫SAP Cloud Foundry的 App 好 小回车 出来了啊 出来了啊 好 我们现在倒过来做啊 好 我们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直接拿他的UUID 罗树的这个程序里边 UUID是随机的啊 不可能是万人齐的啊 每个人 拉取之后 他的UID都是随机的 那我们就不要到UID的网站上 我们只要直接固定这个随机的UID就行了嘛 对吧 我们复制一下这个UID 就省去了啊 开来开去那么多网页的麻烦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叫SAP Cloud Foundry的 App 他的UUID给固定 对吧 那就来自 这个 他自定义分配的这个 好 我们再加固一下啊 加固这一步是很重要的啊 把他固化 好 好了 这样就完成了 明天再重启 你只要扫这个二维码 或者用上面的VMAS的链接 那就一直可以用了啊 好吧 这个内存硬盘容量都有了啊 这个就小白最简易版的 配置每日自动拉起脚板 的 VPN搞定了 好 我们现在来看 怎么搞 每天自动化拉起 App 我们先进Github看一下啊 在在这个overview下面呢 Building的overview下面 大家能看到啊 罗叔这个是新的 新注册了一个 每个月呢 2000分钟 他给你拉取的时间是有2000分钟的啊 好 我们看怎么来做自动化啊 好 创建一个库 罗叔这边就起个SAP Keep Alive 然后把Public改成Private 私有库啊 私有的 好 点击Actions 点击Setup Workflow Yourself 好 然后把罗叔的代码 自动化代码粘贴进来啊 好 好 Schedule下面就有几行 这其实是每天早上北京时间的8到9点钟 每5分钟 每10分钟 每15分钟 每20分钟 自动拉取一次 在一个小时内拉取这么多次 间隔时间 然后呢 全天每30分钟自动拉取一次 这下面就是一些你要填的参数了啊 cdf下划线 usernel password apioig space app 啊 这是我们之后要填进去的 好 点一下 Commit 点Settings 右边 点Actions 好 我们加入这些 参数啊 这怎么再怎么加呢 很多人搞的就很迷茫了 那么可以敲命令行 把这些参数调出来啊 看一下 先敲一个cf 好 target 再敲一个cfapps 好了 所有的都在里边了啊 那么现在一个一个来 大家可以根据这个一个一个来啊 好 usernel 那就是你申请的邮箱 这个就很简单了 注意前后字符啊 要紧凑啊 好 点AID加进去了 好 第二个参数加 密码 cf下划线password 你就输你的密码 输好之后再点一下 AID 好 第三个总共六个啊 来 API cf API API在哪呢 看一下啊 就是新加坡的这个新加坡的这个API的网址 点一下 好 还剩三个啊 第四个 来 新建一个ORG ORG是哪个呢 就有 这个行 trail 结尾的好 接尾的好 第五个 再NEW一下 Space Space一般都是DEV 除非你自己改变啊 好 再加进去 最后一个第六个 看一下 点一下 好 APP 你的起的APP的名称 你起的APP的名称啊 这是你起的 好 再A进去 好 六个搞定 参数全部搞定 好 我们进Actions 又 左边有一个SAPCF APP 保活啊 保活 我们现在把这个关掉啊 现在人为的关掉 看看他能不能把它拉起啊 现在已经关掉了啊 stop了啊 我们的APP已经手工关掉了 激活和测试自动化脚本 好 我们在Github里边 Action里边点这个 RUN 好 刷新一下 好 再跑啊 就有很多代码了啊 要拉取一些程序 然后直接跑 他有一个判断 如果当前是在跑的话 他就退出了啊 当前没有跑 他就执行 好 有个绿对勾 说明是正常的啊 这是完美的 好 我们看一下 来 被拉起了啊 自动化被拉起了 正在运行 你看刚才我们关掉的 现在已经在运行了 对吧 好 这是手工的啊 显示manually 只用了27秒 你必须要手工做一次 手机端一键拉起 好 我们进了手机 看看手机里边啊 看看这个SAPCF宝活 运行工作流 大家记得 点击运行工作流啊 iPhone和安卓 左边iPhone 右边安卓 点一下 一键拉起 这就是手机一键拉起 啊 你觉得他有时候 哎 GitHub自动化 他没有拉起来 因为免费的嘛 有可能有时候就不是很靠谱 虽然已经进行了这么多次拉起 但是如果不行的话 那你就手机点一下呗 这就是你自己手机上安装的程序 小本运行方式解释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二号和三号是iPhone跟安卓 两个手机拉起的 四号是自动化了啊 你必须手动拉起一次 后面才会执行自动化 好吧 这个要记住啊 必须manually拉起一次好 大致上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的观看啊 感谢